那天晚上我们从雾桥回来 我查了 我们看到的叫姑祸鸟 姑祸鸟 如果一个身怀有用的女人死了 她的执念会化为名叫姑祸鸟的厉鬼 姑祸鸟总会在夏天的夜晚出现 那 就像这样的夏天 那天晚上我们下午的夜晚出现 我们下午的夜晚出现 司徒夜 你看一看这个桥这么长 你为什么非得让我们走着过来呀 现代交通工具是干吗的 一定要用腿呀 只有步行才能更好的观察环境 不遗漏细节 司徒夜 你看 这个地方 就是视频里女鬼的那个地方吧 这 再往前散步 一 二 三 好 就这 把手机举起来 让她跟我同意视线 看到什么了吗 视频差不多发生十多天了 这里的土地更泥泞 荒草更茂盛 应该是下雨的缘故吧 嗯 哎 那是什么 你看到了吗 看母亲 走 走 下去看看 你看 进去吧 那我想了 有人吗 嗯 嗯 什么味儿啊 这都什么呀 废物利用吗 利用的还挺艺术的 这好像是诡异啊 哎 你小心点 司徒夜 你亏了没进来 进来你一定会疯掉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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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我已经来了 лин 明昵 不想知道 他对不起 不酩一点 你和和和说 和和和然后说 你也会拍照啊 对啊 我会上架 我会上架 好 好 来 大家一起挖宝贝 来 来 来 挖宝贝 好 挖宝贝 挖宝贝 来 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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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挖 挖 挖 大叔啊 你说的是什么把 我的宝贝 有个女人 他还讲我这个宝贝 大大 头发长长的 肚子大大的 吓我 吓死我了 大叔 你是生物小女鬼吗 你在这儿见过他 什么生物小啊 就在那儿啊 我问你 熊奈 我要是熊奈的话 人家就把我的宝贝 跟抢走了 你问他宝藏在哪儿 在哪里 大叔 你的宝藏里面 有很多很多宝贝吧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的宝藏在哪儿啊 告诉你 你们要是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就告诉你 这宝藏在哪里 好 那你问吧 你们说 这小鸡 挡大了 演成什么 这 呃 变成 大鸡 我呢 变成炸鸡啊 不对 变成 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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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 你们俩 你们俩是疯子吗 鸡精 你们俩是疯子 你们俩疯子 疯子疯子 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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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是 喂 人机你在哪儿 出事了 我在乌桥这边 快点来找我 快去看看这边 死亡 又是水 这一块 比较偏僻 是一个早晨起来 锻炼的人 报答 据法医鉴定的结果 死亡时间 应该是昨天晚上 说里面分仔细了 程队 最近乌桥真是不太平啊 又是女鬼 又是溺水的 就在那边 大叔 你们认识吗 之前和四徒教授 视频通话的时候 见过这个人 他们家就在附近 我们查误交 女鬼的时候见过 初步判断死因是溺水 可能是岸边陆太华 不慎落水淹死的 他家就住在这附近 他应该对这儿挺熟的 应该不是一碗色 昨天晚上 林奇 带我去他家看看吧 走 疯子说他见过雾桥女鬼 疯子说有人来挖宝 疯子是昨天晚上落水死的 可是疯子到底是谁的 他可能是个艺术家 平时拍拍照啊 画画画什么的 我去世里 你碰了我的宝藏 对 拍照 去吧 喂 四斗老师 成队 有没有找到疯子的相机 没有 只找到一门被水泡雾的小说 什么小说 余华的 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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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鸡 小鸡长大了变成什么 小鸡长大了变成鹅 小鸡长大了变成羊 羊长大了变成牛 这是活着里边的台词 是疯子留下的最后线索 我们到底应该找什么呢 一切跟鹅羊牛有关的东西吧 鹅 羊 羊 羊 我们到底应该找什么呢 我们到底应该找什么呢 牛 我就会找到了 他在看什么 看 树 树 我知道了 你 我觉得 haben 嘎 韩雪 难道雾桥上怀孕的女鬼就是她 小刘 你去那边 好 我们几个把这边自己找一找 好的 这里 这里 那边有没有发现 没有 你看一下 这是韩雪的东西吗 这边也没有 这是我太太的 她今年二十六岁 怀疑已经七个多月了 麻烦你一定要把我找到她 求你了 家属已经确认了 那个平安符就是她老婆的 死者叫韩雪 二十六岁 大家都仔细找一找啊 一周前失踪 好 失踪的时候呢 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怀孕 乌桥上那个女人也是怀孕的 她有没有说具体经过 套赌 整天到晚就是打牌 出事前的那天晚上 打了一个通宵 输了很多钱 愣是被老婆从牌桌前 低了起来 两个人一上车 就开始打招 她呢 把车开到了雾桥 让韩雪下车 韩雪 下车自己走了 可她没想到 这是她跟她老婆 见的最后一面 我们已经确定 死者就是一周前失踪的韩雪 尸体身上有多处的擦伤和磋伤 大腿部分呢 有闭合性骨折 内脏破裂导致严重的出血和流产 警方判定这是一起交通事故逃逸案 死亡时间大约是在一周之前 你的肋骨是怎么断的 我打篮球 然后不小心跟别人撞到一块了 我有一个嫌疑人 一个星期以前 在雾桥的一个十字路口 由于信号灯失灵 一辆经过的汽车 将一名孕妇撞到 司机发现一只两命 害怕遭到重责 所以将尸体抬到桥下 逃之夭夭 你说的这些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你少给我装糊头 能把你带这儿来说明你是警方掌握的嫌疑犯 嫌疑犯 警官 你们办案是要讲证据的 我懂法 要不然 你们这就是栽赃陷害 骑士忠 那你告诉我 你裂股伤怎么来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我打篮球跟别人撞的 你这 手放了 都被骑化了 你怎么当局 我做得不够了 你怎么犯了 你怎么做得不够了 你怎么办 什么情况 鉴定科的报告显示 王志远的车 没有撞人和撞过团体 没有报锈记录 你现在还要坚持 你找到了所谓的嫌疑人吗 一定有证据 一定有 我一直以为他想隐瞒的是家暴 但其实就是这次交通事故 我想他妻子当时一定也在车上 阵眼身上的伤就可以解释了 他妻子怎么说 跟他的证词一样 没有问题 疯子的相机找到了吗 你先回去吧 有事情我还会再叫你 请不及 请不及 uxili 二位 二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